街道上,孙毅和李军还有几个警员, 手提礼品盒,正准备去张安平家。 哎呦,真不是我说的, 张哥真的是太有生意头脑了, 刚刚看那灯楼,上面不是一品仙虾, 就是众元府,这绝对是最有心意的宣传。 那是,你不知道,我这次去江城办案, 那里的人都知道一品仙虾, 还专门让人到咱们随城来购买。 孙毅大笑的扬起下巴。 这算什么,我那天听王大志说, 张哥的手艺才是最厉害的, 就连他从外地请来的厨子都不如呢。 真的,哈哈,那我们今天可是有口福了。 几人兴冲冲的向张安平家走去, 节日赶满满,张安平看着一屋子的人, 胸口被成就赶堆满。 嘿呦,张哥,你也太过分了, 我这眼巴巴的等着和你敬酒呢, 你怎么还毒喝,不行,这杯算是我排你的。 别,孙毅,我叫你哥行不行, 我这躲了一圈,就害怕和你这个酒神喝酒, 你怎么还追过来了? 张哥,你看你,不要怕, 我就和你浅浅的喝两杯。 张安平见他要给自己倒酒,立刻绕着桌子躲开。 张哥,你别走啊, 你可是千杯不倒, 我要是和你喝下去,可就要倒桌子底下了。 此刻,两人就像是调皮的大男孩一般, 一个追,一个跑,惹得众人捧腹大笑。 最后,张安平为了制服孙毅这个酒神, 一挥手,召集起了对抗赛, 是要将他喝倒。 来来来,谁要喝我一对? 一声高呼,桌上大半的人都到了张安平这边, 而孙毅后面只有警局的人给他撑面子, 没有离开,可接下来, 李军说了一句话,却让他瞬间破防。 嗨嗨,孙毅,其实局里的人早就憋着要一雪前耻了。 啊,什么意思? 哈哈,孙哥,意思就是你孤军奋战, 我们都是张哥战队的。 哇,你们这也太过分了, 不过你们也别得意, 我这酒神的名头可不是浪得虚名, 就算你们一百人都不是我的对手。 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子, 这一屋子的大男孩,玩闹起来, 可不比孩子差分好。 赵凌云抱着小莹, 看着他们玩闹,心中欢乐轻松, 原来张安平也有这么可爱顽皮的一面, 可宿最后的痛苦却是无人能替。 今天张安平脑袋昏昏沉沉, 睡得很死, 第二天一家人就慢悠悠地向张家弯晃去。 哎呦,安平回来了。 村里的老嫂子们正在帮忙洗菜, 见到张安平一家, 高兴得就像是自家的亲戚来了一般。 啊,这是,这是茅台酒啊,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, 他们说城里当官的, 才能喝这酒呢。 没有那么夸张, 这酒就是贵了一些而已, 但味道和二国头差不多, 正好大家都在, 等会儿, 大家一起喝两杯。 赵凌云一听丈夫还要喝酒, 不由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。 你忘了早上答应过我什么了? 你放心, 我就是那么一说, 不可能和长辈租一起喝酒的。 你昨晚吐得难受, 今天可千万不要喝酒了。 嗯,遵命。 这一幕, 逗得众人捧腹大笑, 只要是女人, 不管年纪多大, 都是一脸羡慕。 哎呦, 你看看人家安平, 对媳妇就是好, 我家那口子, 就是个木头, 连堆叶花都没有送过我。 谁说不是呢, 难怪人家张安平赚大钱, 这心胸为人, 老天爷都会眷顾的。 喂, 老张, 你也学学人家张安平啊, 你俩年纪差不多,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? 你天天老张老张的喊, 我都快忘了我也才三十不到。 不, 众人看着那有黑的枕子脸, 再次大笑出声, 结果刚走出去, 就看到远处, 李德义带着李俊明和小姑走来。 安平, 过年好。 小姑笑得有些尴尬, 出现的更是十分突兀, 毕竟这些年来, 这一家人可是从来没有来张永兵家拜过年的。 嗯, 过年好。 李德义眼神挑忽, 总是不敢和张安平对视, 惹得李俊明用力拽了拽他。 爸, 我知道, 我知道。 李德义僵硬地抬头, 张了张口, 可声音还没有发出, 就被张安平抬手挡住。 大过年的, 都开心一些, 新年, 新气象, 人要往前看。 这话算是给了他们一个台阶, 彼此也露出了笑容, 李俊明开心地帮张安平拿东西。 哥, 这些东西也要拿进去吗? 不用,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 哦, 好。 张安平将东西给张永兵, 顺便和他说了一声。 爸, 我那里有些年货, 一会和李俊明去给爷爷送过去, 你要一起去吗? 安平。 张永兵心下感动, 他是个孝子, 无论如何, 也无法做到对张茂才不管不问, 可奈何, 那一家子, 思路清奇, 竟然将张安君做的孽, 怨到了张安平的身上。 算了, 安平, 他们不会领咱们家的情, 大过年的, 你就别去受委屈了。 没事, 东西都买好了, 我们放下就走。 好, 那我和你们一起去吧。 张永兵和张安平李明俊, 一起向张茂才家走去, 三人提着东西, 一路沉默, 走得很是缓慢。